再回事再回事 胖虎居然被星探看中 成为超级明星了 这天阳光明媚 胖虎的演唱会却使诗人进入了家载 为保小命 多雷梦立刻就打着润后的幌子 给他投喂了一颗唱歌糖果 就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的魔音竟然描编成了天籁 多雷 这时观众们开始纷纷打扣 而一位路过的星探 也被吸引了视线 演唱会结束后 星探递给了胖虎一张名片 还邀请胖虎几天后 去电视台唱歌 小夫一收到消息 立刻着急忙慌的赶到了大雄家里 好家伙 胖虎竟然要挡着全国观众的面 直播唱歌 那整个日本不就彻底完蛋了 一想到这 多雷梦和大雄便赶忙带一声主蜻蜓 往电视台赶去 这个时候胖虎已经被送到化妆室 准备好好打扮一番了 而多雷梦和大雄则像两只 无头藏蝇般开始到处乱寸 见门就开 说时吃那时快 匆忙的多雷梦 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位 拿着零食的小姐姐 小姐姐赶紧收拾东西 给胖虎送了过去 而多雷梦则捡起了小姐姐 掉落的剧本 带着大雄成功锁定了胖虎所在的位置 很快就在胖虎狼吞虎咽的时候 两人立马窜进了化妆室 还赶紧拿出人一门 想让胖虎跟他们离开这里 好家伙 开什么玩笑呢 眼瞅着出道的机会就在眼前 胖虎会跟你们走 胖虎立马便是一顿狂K送上 把两人揍成熊猫就匆忙离开了 后面 胖虎成功登台了 但大时候多雷梦却依旧没有放弃 直接冲上台 就开始跟胖虎拉拉扯扯 主持人宁微不乱 立刻插入了一段广告 这可把电视机前的小父亲相及坏了 其他的小伙伴 甚至直接就开始疏散人群 希望大家能珍惜生命 远离电视 终于广告结束了 大雄狗多雷梦因为打扰录制 被强行控制了起来 而胖虎也开始了演唱 多雷 此去只因天上有 人间难得及回闻 这个时候多雷梦突然想起 之前和小姐姐相仗的时候 自己手中的唱歌糖果 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然后糖果应该是被小姐姐 送到了胖虎的手里 全部跑进了她的肚子里 就这样短短一瞬间 多雷梦和大雄喜极而泣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日本 毫无疑问 胖虎的出色表演 成功吸引了一大群粉丝 发掘了她的心态也非常开心 觉得自己超有眼光 但事情到这儿依旧没有结束 几天过后 小福再次迈着前方腿 跑到了大雄家 好家伙 由于广大粉丝的热爱 胖虎竟然又要看演唱会了 此刻 看了电视节目的人 也全都挤在了空地上 等着多雷梦和大雄前去救命 但凑不及防呢 毫无加持的胖虎 便再次开场了 就在那一刹那 魔音穿透了脑壳 场面也明显失控 多雷梦和大雄这次算是来晚了 如今真是大罗金仙都救不了了 只能提到胖虎快点结束了 好了 本期问题 胖虎的歌声你们敢听吗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 咱们明天见 一三天